大家好,我是小秋 阅读前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点订阅 您的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 都说,婆媳关系是千古难题 但也不一定都是婆婆的错吧 我姓秦,今年60岁 独生儿子,结婚三年了 还没有动静 实在忍不住就询问儿媳啥时候备孕 儿媳今年33岁了 属于高龄产妇了 可她直言 必须预定三万的月子中心 还要每月补贴亲家三千块钱的工资 因为她若怀孕了 亲家母就要过了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所以这钱必须我这个做婆婆的初 还有生下孩子谁带的问题 如果我带 我必须居住在儿子家 还要承包各种家务活 如果是亲家母带娃 我就要给五千的带娃费用 我问儿媳 我帮忙带娃 谁给我带娃费呢 儿媳说 你是孩子奶奶 这是你的义务 没人给你工资 哪一条法律规定 婆婆有责任和义务必须带孙 不带还要给别人带娃工资 真是荒唐 爱生不生 绝不惯着年轻人这些啃老的毛病 退休后继续打工挣钱 不为养老 只为儿子结婚 我五十岁退休后 一天都没有休息 而是继续打工挣钱 不是为了给自己积攒养老钱 而是为儿子结婚时 手头宽裕些 也许 这就是生儿子的累吧 记得刚从产房出来的时候 老伴就跟我说 生个儿子也就高兴一天 剩下的日子都是苦日子 你也就有啥吃啥吧 别挑剔了 当时只当是老伴对生儿子的调侃 谁知就是赤裸裸的现实 儿子一路读书 研究生毕业后留在省城 一套房子就是我们一辈子的积蓄 这还不包括彩礼 三金 以及各种琐碎的开销 所以思考了很久 不敢跟其他姐妹那样 退休后四处游玩 各种消费 后来 我仔细观察了一番 我们同事之间 拖而不休 继续干活的 也就我们几个生儿子的 人家生闺女的 不是躺平 就是潇洒地出去旅居 玩得不亦乐乎 儿子结完婚 我们却返平了 当儿子带着未来儿媳回来后 儿子说了 而媳说要一套全款婚房 彩礼项征信的给几万就好 我和老伴盘点了一下我们手里的积蓄 也就够给儿子买房结婚了 等到我们把儿子的婚事办理好以后 我和老伴也就一夜回到几房前 手里一点积蓄都没有了 老伴还跟我调侃 知足吧 老太婆 谁家的儿子结完婚 逮了一屁股债 好歹我们还是量力而行 没有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 老伴是去年退休 我们两个人的退休工资 加起来有九千多 每月我固定存入八千块钱 用我做保洁的一千八百块钱 加上老伴做保安的两千块钱 当我们的生活费 剩下的就积攒着 就这样 我去年居然也存下了十一万块钱 我觉得 就这样下去 等到我们干到七十岁 就能给自己存下一笔不少的养老钱 人老了 兜里有钱 心里不慌 也有底气和尊严 年轻人把生孩子当为挣钱手段 爱生不生 不惯这样的毛病 虽然我和老伴现在还在 退而不休给自己挣养老钱 可儿子儿习不生娃 也就成了我们的一块心病 尤其是儿习 不懂也不明白 他年纪轻轻的 居然有这种思想 觉得他生娃是给我们老子生 把自己怀孕 生娃当成了挣钱的手段 不仅要去月子中心 还要我们给照顾他的亲家母发工资 甚至在未来带娃的时候 亲家母带娃 我们做爷爷奶奶的 就要给人家发工资 我算是看明白了 只要是用着亲家的时候 我们都必须给工钱 我不惯儿习这个毛病 直接告诉他 爱生不生 又不是给我生 儿子我都指望不上 更何况是孙子了 真不知道 如今的儿媳咋 就给惯成这毛病了 眼里只有钱 没有自己的一点责任和义务 再就是 为啥亲家看外孙 会跟对方家要带娃费呢 那不是你女儿家的孩子吗 我们两个人换了贷 谁也累不着 都为孩子们好 何必弄得都跟金钱挂钩呢 既然这样 那就随意好了 生不生都行 谁也不是非要上赶着给他们带娃 养儿防老只是梦想 多对自己好点 以前指望着 能够在晚年享受到 养儿防老的福气 如今看来 我们这代独生子女的父母 是注定要自动自发地走进养老院 根本不可能享受到养儿防老的福气 我算是看明白了 人老了 还是要多为自己着想吧 积极锻炼好身体 积攒些养老前 握在自己的手里 跟身边的老伴相处好 将来只能依靠我们自己了 养不熟的就放手 千万不要被子女们拿捏了 做好自己 其他的事情不管 爱谁谁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欢迎在下方留言 小秋会尽量满足您的需求